陳妍希2016年 嫁給陳曉 剩下兒子小欣欣 一家三口生活超級幸福 10日她分享了一張美照 照片中她看起來開心的舞動著 她還寫 其實我還沒準備好 還附上心碎的貼圖 貼文溢出 粉絲們紛紛湧入關心 陳妍希的這句 我還沒準備好 被外界解讀是不是懷上二寶 朋友也紛紛留言 怎麼了女生不會又有了 當大家議論紛紛的時候 陳妍希工作室轉發 並寫下 陳妍希我只在乎你 從初春到深秋Boss希 陳妍希結業在旺 才讓大家鬆一口氣 原來陳妍希在幫自己的 信息打廣告 這只能說製造話題的功力 真的超級強 非凡人樂 專理報導